布立國在這邊 這邊有幾個拍照景點 是可以避開比較多人潮的 謝謝你 大家早安 我是阿龍 旁邊是Kony 今天是我們在大阪的第四天 然後呢 今天很不幸的下雨了 旅途遇到下雨天就是蠻討厭的 那今天會去新災橋那邊走一走 看能不能介紹一些景點 或者是好吃的美食跟大家分享 我發現一個大阪人跟東京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搭手補梯的時候會站在右邊 跟台灣是一樣的 但在東京通常都是站左邊 是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去吃一個 雞白湯拉麵在大阪這邊 也是蠻有名的 這次的角色 雞白湯拉麵在大阪中 同宿欸 同宿欸 沛隊進在排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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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ateurs 雞壽把做飲是家主打雞白湯的拉麵店 而我點的是經典的雞壽把拉麵加上雞肉飯套餐 精緻的純白奶泡湯頭加上酥肥叉燒雞胸肉與現炸牛蚌絲 一上口就讓我驚豔到爆 看似濃郁的湯頭卻意外的清爽順口 麵的口感軟硬勢中是有嚼勁的麵體 軟嫩的酥肥肉搭配炸牛蚌的油香 完全堆疊出味蕾上不同的層次感 則雞肉飯選用的是調味過的雞肉末 搭配著鞍唇蛋與香料液 口感卻有種台灣雞肉飯的錯覺 不過也是相當爽口是一種沒吃過的味道 總之這間雞壽把做飲非常推薦大家來體驗看看 我自己是蠻喜歡吃白湯系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吃義大利麵奶油醬 那如果你是喜歡吃奶油系的話 我覺得雞白湯是非常推薦大家去吃 我們現在吃飽然後走來這個新災橋商店街 那這個就是一條大路然後它整條商店街上面都是有屋簷的 所以下雨也不用害怕 我們等一下就選擇會在這附近先逛街 去看看有什麼樣的東西 在這邊真的是蠻好買的而且很多超白 掰掰 這邊來跟大家分享這間位於5樓的BED 也是我的愛店之一 它是來自於美國的潮流選品店 裡面有許多的品牌服飾、潮流鞋款 還有一整排超帥的庫克伯利熊 也同時販售的各式的盲盒公仔 裡面的選品超級豐富,可以一次逛旗 偶爾也能遇到少數的折扣單品喔 推薦大家如果有來新栽喬帕魯口 一定要逛一逛 這邊的百貨公司居然有樹 這個造景很酷的 它Design Store Mama裡面有超多奇怪的這種設計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 什麼會搖的丸頭 然後它是把手放在這個裡面 好像是紓壓玩具吧 超奇葩 奇葩到爆炸 現在下雨了 終於 風街下雨超麻煩 現在人也開始變多了 因為下班時間 就是周五 超多人 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護力國在這邊 那其實我在來之前 就先做一下功課 這邊有幾個拍照景點 是可以避開比較多人潮的 所以就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些拍照點 真的是不是比較少人 他這邊走下來 這邊有一個小路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在前面那邊 這邊就是空的 這邊就比較少人 我們來這邊 這個小平台 它這邊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跟那個跑道對齊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剛剛這個樓梯這邊 走下來的河邊 你就可以直接跟這個 護力國拍到照片 那這邊就是河邊 所以就是沒什麼人 然後這地方就比較少 你就可以有單獨的照片 就是三個 就是我覺得 在孤立國這邊 如果你要拍照的話 蠻棒的私房景點 推薦給大家 那接著我們要找東西吃了 現在7點15左右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去找東西吃 這邊真的蠻熱鬧的 現在在我們 나서 她到這裡 蠻熱鬧的 蠻熱鬧的 都是不會回來了 這麼多的 因為我自己也能吃海鮮的 所以這只有扣你獨享 如何啊 這很好吃耶 很多人說這個章魚餃會很軟 而且它那個章魚餃很大一個 哦對啊 它剛剛放超大 這家是被評為最道地的大阪章魚燒 一份有八顆 口感非常軟嫩 內有大塊章魚餃料多實在 再搭配著大蔥與獨特的蛋黃醬 一口咬下真是太滿足啦 也推薦大家如果有來倒頓窟的話 可以嘗嘗看 這邊商店街 很多店八點就關了 只剩下一些就是藥妝品類的 不會那麼早打烊 其他其實都打烊 就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現在人觀光客那麼多 好像就是這邊也沒有什麼 可以再走走的地方了 所以就選擇先回飯店休息 那這一集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要來大阪 有一些幫助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龍 我是Kony 我們下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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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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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